私服小众品牌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几个我平时爱穿的品牌 设计师们和品牌我就不介绍了 我就直接白挂了 讲讲我的感受啊 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我的文笔 一 P-O-L-O-Y-N-A-K-O-N-G 中国第一次知道这个品牌 是在看欢乐宋曲小肖穿的几件 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五颜六色的衣服 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看 最近机缘巧合下认识到了品牌设计师 送了我几件衣服 接着拍杂志也穿到了他家的衣服 太巧了 第三张图是我自己订了的准备新系穿的衣服 2018最新款赢了很多彩虹元素 所以又深的我心了 是不是很可耐 2.Y-E-S-B-I-S 中国竟然有四场活动 都穿了他家的衣服 都是我自己选的西西 之前也介绍过 他们的衣服剪裁上身效果 非常好比挂在那里经验太独辣 拍出来的照片也很高级 我喜欢好看的小裙子3 C-J-Y-E-S 中国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品牌 是他们出的那个和肯德基合作的炸鸡包 我一个姐姐也是设计师的好朋友 读高中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牌子 现在设计师姐姐也会经常送我她的衣服和单品 这个黄色的带小辫子的帽子很可爱 我带出去回头率很高哦 4.MPP 中国看我照片质感的变化 就能看出我真的从小就一直穿这个牌子 因为他们的风格有一点点小浮夸 可我的品味很像 哈哈哈哈 大概15岁的时候第一次买了她家的花裙子 在新加坡留学的时候 半圣节穿着过节 哈哈哈哈 还有一年级的决赛一年级节目录制 她家的品牌真的是陪伴我成长物 TikTok也中国 参加任何活动 这个品牌的衣服list也一定是我一定会看的 其实我还偷偷穿进奇妙底了 但是不能透露 他们家的衣服真的都很特别 很艳 很有气质 风格特别独特 我喜欢与众不同的设计 6.Houndboard韩国 也是我买了好几年的一个韩国设计师品牌 现在在东大门 Duda和Yos旁边有门店 以前我是很喜欢 但感觉最近 他们的衣服有点偏老气 所以很久没买了 设计师一直让我去看他们的秀 我也没好意思去 因为很久没有买过了 哈哈哈哈 嘎嘎